当我们进来这个展场的时候 就会看到一个这一件作品 它是各个族群手牵着手 让我们和谐地活在一起 是因为爱的基础 我们彼此尊重 彼此相爱 那我们里面104展场 还有105展场 分别有两个主题 一个是心术 一个是心灵 心术都是在讨论这个人 怎么去找到身份的认同 找到自我的肯定 然后活着的意义 那我就是想从我的祖先 所传递的这些经验 见证 还有生命的传承 去更认识自己 以至于我是要用心去经营的 我使用的媒材都是我身边 我常常遇见的 常常用的 喜欢的 这是一个原住民它在生活上面 它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看到新鲜的东西就往身上挂 所以我也开始用了新的东西 尝试油画的方式去呈现 那可能很传统的从树的雕刻开始 然后慢慢的把这个新的素材 颜色也是一样 从简单的三颜色 然后就开始用更丰富的颜色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寻找的过程 但是最主要的是 你怎么去在这些媒材上面 产生跟你有共鸣的关系 它不是我利用的东西 而是跟我有关系的 所以当我使用它的时候 我才能够服务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 所以我的创作是多美才的 但是主要还是以油画为主 在105的展览空间里面 我设计了有两件是 让观众可以进到里面的 所以我有很多作品是空间的 甚至是我没有去画它 确实成为我的作品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出去 画图不是在单单的画面的 这样的解释而已 画面以外那才是重要的